大家好,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明胜公布半年度指数调整结果 同时揭晓6月1日起获准纳入MSCI新新市场指数的A股名单 根据公告,234只A股被纳入MSCI指数体系 在新兴市场指数的纳入因子为2.5%,今年8月还将提升至5%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,MSCI中国A股国际通用纸将调入11只A股,调出9只A股 据资产管理公司人士透露,具体权重MSCI要等到22日左右公布 南方基金指数投资部兼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 南方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基金经理罗文杰分析表示 医药、纺织服装和传媒行业占比增加,受益最多 受中国经济消费升级刺激内需的影响 这三个板块自今年前期最低以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尤其是医药板块自年初以来涨幅已达11.42%,而非银、银行等板块至1月底最高点以来有较大的回撤 因此这次行业被纳入MSCI国际通知的权重有所下降 新名单中权重最大的前五个行业为 银行、非银金融、食品饮料、医药和房地产 合计占比超过50% MSCI中国A股国际通知也称为MSCI中国A股纳入指数 是当前中国市场上唯一特殊考虑境外可投资的MSCI中国A股指数 一是唯一完全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体系的A股指数 是A股入魔真正的直接的受益者 感谢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